大家好,我是你的动漫君,今天的话题是大熊的妈妈,喜欢多拉A梦的朋友,不知道对大熊爸爸的印象如何呢? 作为一家三口的顶梁柱,大熊爸爸一天到晚朝九晚五的工作养家,在平时的作品中登场不多的,甚至还没有妈妈的戏份多,在我们的认识里,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,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,闲下来的时候喜欢抽抽烟,打打高耳书球,完全看不出来有哪些闪光,但是福西多拉A梦故事的朋友肯定记得,在年轻的时候,大熊爸爸的绘画功力颇有特色, 甚至还得到过富豪的赏识,要把白富美女儿嫁给他,助他走上人生巅峰成为大画家,但是却被果断拒绝,迎娶也比玉子还没嫁过来的时候,叫骗刚玉子,组成了快乐的一家三口,呃不,一家四口,这是为什么呢? 第一个原因,我想是因为二人身份太过巨大的差距,那时候的大熊爸爸虽然画画很厉害,得到了富豪的赏识,但是用今天的话来说,他始终是个穷屌丝,迎娶白富美在富豪的帮助下成为大画家,虽然能出名,但是无疑就相当于是入坠到他们家了。 第二个原因,我想肯定是因为大熊的数次从中作梗,因为根据多拉悲梦的话,和什么时空规则,乱七八糟一类的东西,大家都知道,如果大熊妈妈和大熊爸爸没有在一起的话,也就没有大熊这个人了。 没有了大熊,也就没有了大熊的子孙,没有了大熊的子孙,也就没有了多拉A梦,也就没有了整个故事,莫说多拉A梦不允许,读者老爷们和藤子F不二熊老师也不会允许,于是在故事中,我们可以多次看到大熊穿越回过去,假扮成玉子啊什么的,甚至在像白色板和般的女孩子,还假扮成了大熊爸爸的初恋,戴上假发的大熊,我觉得真是鸡四和妈妈啊。 在其他故事中,大熊也曾经在多拉A梦的帮助下,暗中撮合两人消除误会,在这种神秘力量的加持下,两人的关系自然是越发亲密,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第三个原因,也是最重要的原因,我相信是玉子妈妈的人格魅力,打动了大熊爸爸。 在故事中,大熊妈妈,也比玉子,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,应该说是非常持家有道,善良贤惠的,为了这个家任劳任劝,辛苦操劳。 当然,没能把大熊教导成一个品学兼优的乖娃娃,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。 除了人格品性之外,还有一点,无疑是非常重要的,来人,上大熊妈妈,年轻时候的照片,看明白了吗?再来一几张,原来大熊妈妈才是多拉A梦故事中的第一美人吗? 上面的镜头出自多拉A梦新发的大熊的求婚作战这一集,其实在原作故事中,好像是并没有确切描写过大熊妈妈摘下眼睛的样子的。 不过如果是如此解释的话,大熊爸爸当初不选择白富美,而和玉子结合,似乎是再合情合理不过了。 下面再放一张镜箱的,这和大熊妈妈有区别,好吧,我承认,虽然长得差不多,但还是大熊的妈妈漂亮,你觉得呢?关注走一走,么么哒。